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塞瓦斯托布尔市市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表示 乌军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 塞瓦斯托布尔基地发动了袭击 俄罗斯海舰工厂被命中爆炸 已经造成至少24人复伤 还有在吉连山谷区的基础设施发生火灾 塞瓦斯托布尔是克里米亚的最大城市 它是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 塞瓦斯托布尔造成厂具有战略意义 它为俄罗斯黑海舰队建造 及维修舰船和潜艇 这波凌晨乌军的突袭成功 首先是因为在昨天 乌军海军陆战队成功袭击了 在黑海上几个俄罗斯海上钻井平台 缴获到多部俄军雷达 当这些俄军海上雷达警戒哨被打掉以后 直接导致俄军防空预警探测距离 向后推了150公里 俄军预警雷达发射时间被推迟 直接后果就是 乌军米格29战机与苏两次战斗轰炸机 就可以获得非常宝贵的瞄准和发射时间窗口 增加了打击精度和增加了俄军拦截难度 同时乌军模仿了俄军空袭基辅 打击爱国者导弹阵地的战术 今年俄罗斯空天军打击基辅市区 乌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基地的时候 俄军首先出动大批见证者 136型无人机吸引乌军防空火力 又以口径型悬航导弹 吸引爱国者防空导弹开火 就在爱国者导弹打光弹药的瞬间 俄军真正的主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以十倍音速冲向乌军爱国者导弹增地 而这一次 俄军则以无人机在高空飞行 吸引俄军防空系统注意力 以S-200导弹作为诱饵 欺骗俄军S-300和S-400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最后美格29战机和苏两次战斗护炸机 发射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超低空进入目标区域 俄军巡航导弹命中俄军黑海舰队船物 从美国卫星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到 在俄军黑海舰队船物内 有一艘登陆舰和一艘击落级潜艇 从现场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400公斤级战斗部爆炸看 在船物内俄军舰艇可能受伤不轻 一艘登陆舰和一艘击落级潜艇 都可能已经负伤 美国给乌克兰最新的策划 就是以远程导弹拼命打俄罗斯纵身目标 兵占空军基地海军基地 指挥所弹药库和防空阵地 炮兵阵地都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打击目标 甚至为增加乌克兰巡航导弹数量 乌克兰军队还把基陈俄军莫斯科号 巡洋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 改造为巡航导弹 最近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基于GBS的制导系统 用于引导导弹抵达作战区 然后导弹红外成像系统会比对预设的图价 侦测并锁定目标 由于海王星巡航导弹采用被动搜寻模式 因此难以被常规电子战手段干扰 在最终攻击阶段也不易被发现 从俄媒RBC报道看 乌克兰军队这一波发射的十枚巡航导弹 而且还出动了三艘无人爆炸艇 俄军瓦西里·贝科夫号巡逻舰 摧毁三艘无军无人爆炸艇 俄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枚乌军巡航导弹 但是还是有数枚巡航导弹命中海军工厂 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七枚导弹 瓦西里·贝科夫号巡逻舰艇摧毁了所有的乌坎无人艇 两艘正在船无维修的船只负舱 美国和北约最想要的不是帮助乌坎战胜俄罗斯 而是利用乌坎拖垮俄罗斯 打远程导弹袭击形势后勤战 比打坦克大炮正面攻坚战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要求 俄乌战争美国还有多少后招 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 美国人大概很享受这种模式 花很少的代价也不需要美国死人 就可以坐视俄罗斯军队长期陷入战争泥潭 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城 要让乌坎有能力将俄罗斯一些最宝贵的资产置于危险之中 这其实就是告诉乌克兰 美国将会逐渐放松技术管控和武器限制 将会向乌坎转移更多的导弹技术和导弹 以加强对俄罗斯本土重要目标的袭击能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凯放话 用美国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自己决定 美国不管 美俄两个核大国距离摊牌又进了一步 这无疑会把俄罗斯继续逼向狂暴之路 不管是俄罗斯扩军动员 向乌克兰全面开战 还是俄罗斯受不了打击北约土地上的军援基地 后勤基地和维修中心 这都将导致俄乌战争进一步的扩大化 而现在乌克兰已经有风暴阴影 斯卡普很快还要有金牛座和ATA CMS战术弹道导弹 等等这四种西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美国对乌克兰这又是送钱又是送武器 又是出谋划策 又是建立坦克联盟 战机联盟又是建立导弹联盟的 只为对付俄罗斯 彻底掌控欧洲等两大目标 在乌军发动了三个多月大反攻 乌军正规军损失惨重 却只是夺取了大约400平方公里以后 美国和乌克兰现在更加倾向于 打一场远程导弹战 利用导弹打一场水滴石川式的 长期后勤打击战 在乌军大反攻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正面强攻 乌军没有制空权 难以突破俄军构建的地雷阵 也无法撕开俄军的钢铁防线 这时乌军对俄军的攻击转入了后勤战 远程导弹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在东方经济论坛上 普京说乌军方面只有在人力 装备和弹药方面耗尽时 才会谈论和平 他同时称 乌方将利用任何停战机会 补充资源 恢复作战能力 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准备长期干下去了 你们美国跟不跟 对俄罗斯来说 无论这场冲突持续多长时间 只要将其降低到地区冲突的级别 不再承受整个世界的关注 把俄乌战争变成一场 不引人关注的边境冲突 那就是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 现在俄乌战场的实际情况就是 乌军基本上 没有希望夺取全部丧失国土 俄罗斯也基本上 无法取得全面胜利 夺取乌东巴州 实现去军事化目标等等 到2024年至2025年 乌克兰将建立 以其八套爱国者导弹 为核心的全天候防空体系 和以七只架架F15战机 为核心的制空体系 此消彼长以后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 会越来越困难 同时 最近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 井喷式的爆发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五花八门 各有千秋 甚至最近乌韩用纸飞机 空袭了俄罗斯空军基地 毁伤多架飞机 俄军的踏小飞机 已经开始向乌拉尔山脉 以东转移 乌军的海上自爆船 更是炸得黑海舰队 出港率越来越低 以至于乌军特种兵甚至敢乘坐快艇袭击占领在黑海上的俄罗斯天然气石油钻井平台 虽然俄罗斯在战场上还有相当的优势 但是相对于2022年2月开战的时候 俄罗斯的优势正在越来越小 如今的俄罗斯虽然仍然占据了乌韩大片领土 但已经有点像美国在越南那样陷入泥潭 有点进退两难了 好了 今天大雄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